我叫熬洛佳 就是一个小铺子的老板 专系一个汉服设计师吧 其实台词就是大家配的那个字 是想吃 但是好像不应该吃了 那吃一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胖子最多吃两个汤圆 我都吃了一个了 再来一个 然后就忍不住把它吃完 我那个衣服 其实我当时想的就是自己拍着玩 我们的确没有想到会大爆发 因为随着我生完宝宝以后 越来越胖 我很难买衣服 我要拍汉服 然后我自己可选的服装类型 就是唐次的其胸 拍照的时候 有意思地在学唐友 然后把裙摆稍稍地合拢了一些 就真的成一个仿锤心 然后当时包括我的妹妹 还有一些朋友们都非常惊讶 他们觉得真的有人是能够长成那样的 唐友真的很可爱啊 那种眼神 那种憨态 但是我们拍摄的时候 是不止模仿唐友 有模仿脏话自己图的 也有模仿其他的 大家研究了壁画和一些就是博物馆能提供你的这些资料里研究出来的 我一般会自己画图案 我们其实不是在做妇员 我们是在学习古代的衣服 而是做一种复兴 去做改良 去做最时尚 最适合我们现在的穿着 以前的布料它非常窄 它说也有很多拼缝 然后现在呢 布料比较宽缓 我们依然保留了它的中缝 中庸之道 大致的衣服会有试票 代表四季 一个画漫画的朋友 突然有一天问我 如果给你汉服你敢穿上街吗 我说我敢呢 我就自责服装 为什么不敢呢 我希望我穿汉服 大家能知道我穿的是汉服 而不是说我穿的是和服或者是汉服 汉服现在是我们一帮年轻人 或者是一帮喜欢传统文化的人 去推广传统文化的一个美界 而不是一个根本 它是一个起点 不是终点 我们依然是需要很大的包容性 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很多人在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